这是企业资产担保法在V台湾上稿的一个介绍 我们在开始之前稍微说明一下V台湾它的资料流 从反向化起 最后使用者看到的是V台湾.tw V台湾.tw它的来源来自于我们从discourse就是talk.v台湾 来的讨论话题 这个来的讨论话题呢 它的有哪些话题就是由一个gebook所决定 这个gebook的名称每一个议题不一样 比方说企业资产担保法就是securitization 我们先简写成sec 这个repo呢它会有两个branch 一个branch是ghpages ghpages是一本build好的gebook 那这本gebook呢里面呢就是有一个content.json content.json 能够同时用来显示V台湾.tw这个上面的讨论的议题 你也可以从这个ghpages 它的master的这个旁边这个branch 它是产生ghpages的 也可以从这边直接把要讨论的话题同步到talk.v台湾上面 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些描述性的资料 特别像说这个话题什么时候开始讨论 什么时候结束讨论 以及就是它使用的简报是什么等等 这些东西是写在react.v台湾.tw这个repo里面 这个repo呢它的ghpagesbranch 其实就是v台湾.tw这个网站 它的masterbranch里面描述了要去哪些gitbook 以及去哪个slideshare去取得这个讨论的简报资料跟议题资料 那我们在slideshare上面呢会有一个也是关于secretization的叫做前导简报 这个前导简报的网址我们会把它放到master里面 然后呢由master把它下载之后 以及呢就是去读取discourse 以及gitbook的所有的这些资料之后 一次把它建筑到v台湾.tw上 那这个呢就是所谓的pre-rendering pre-rendering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后端只需要跑一次 就可以把这些gitbook以及这些slideshare 跟讨论去目前的情况 透过就是在伺服器端的渲染 直接渲染到ghpages 但当然当我们渲染完之后 v台湾.tw实际使用者在看的时候 可能其实讨论的话题已经有改变了 那这个时候呢 他就会动态的去从talk跟从content.json 再去加以读取 但是呢content.json基本上是不太会动的 所以呢除非我们手动的把它expire掉 不然的话呢这条线它是会catch住的 浏览器读过一次之后就不会继续再去读了 但是呢讨论区呢是每次在读取的时候呢都会更新的 所以说呢我们在react.v台湾这边呢我们就是透过一些json的设定档 来控制说呃就是v台湾.tw上面的这个主题 它的什么时候开始讨论什么时候结束讨论等等 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 我就实际用这个企业资产担保法作为例子 来让大家知道说我们要怎么样从写这个json的设定档开始 然后一直到把所有的这些部分都串起来 最后在v台湾.tw上面看到 好这是第一段录音